小朋友DIY彩繪風箏 迎接即將到來的屏東風箏節 縣政府以動感派對為主題 將於11月7號 8號 在高平溪河濱公園舉辦風箏節 在宣傳記者會上 縣長潘門安特別邀請小朋友 一起放風箏 為活動暖身 看著風箏起飛 小朋友跑得越起勁 縣府表示 今年雖因疫情影響 減少外國風箏選手參與競賽 但仍會有各式特色造型風箏放飛 也因應2020屏東運動年 讓大家體驗不同於以往 一系列的運動類型活動 包括體能競技氣墊 花式籃球體驗等 讓民眾不僅觀賞風箏演出 還能體驗參與動感的活動 我們也鼓勵更多的親子的家庭 當天也可以帶著野餐店 可以到這邊有很多的親子闖關遊戲 那包括當天有很多的系列性的 那可以暫時的離開這個3C產品 不要當低頭組當天來當抬頭組 整個天空 這個屏東天空 到處五圓六色的動感的一個極速風箏 或是大型風箏 絕對會讓大家耳目一新 由於之前新竹風箏節 發生女童遭風箏捲上天事件 難免會讓人擔心活動場地的安全性 排夢安強調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 施放大型風箏前會做好全場的安全檢測 在冬天的時候風比較沒那麼大 那這個安全是唯一的考量 所以在整個大型風箏的上 我們整個安全的區隔會做相關的防護 縣府表示 風箏節處有造型風箏放飛 風箏競賽 風箏DIY 魔幻泡泡派對 及寫生著色比賽外 舞台節目更是整天不斷電 活動期間邀請到摩摩家族藍莓姐姐 小朋友最愛的小丑魔幻氣球秀 還有雜耍秀 音樂祥宴等演出 周邊活動不僅好玩 又有限量精美禮物可拿 活動資訊都公布在 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臉書 歡迎親子一同前來高 屏西河畔放風箏 享受歡樂 熱鬧親子時光 屏東新聞 張倫 劉建榮採訪報導